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3月 三峡电厂中央控制室的显示屏上 累计发电量数值突破了一万亿千瓦时 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电站 同时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 突破一万亿千瓦时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那这个一万亿千瓦时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用2015年上海用电量1405亿千瓦时来做比较 相当于上海市2015年的用电的7.1倍 标志着我国水电资源的保护利用 以及清洁能源的利用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进步 一万亿千瓦时就是一万亿堵电 相当于节约标准为4亿多吨 减排效益与224.3万公顷阔液林相当 等于在中国的国土上增加了三分之一个大兴安岭林区 不过这一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来之谜 那这个一万亿堵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们累计发电一万亿啊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理念 也就是用好每一方水 发好每一堵电 如果你有幸走入三峡电厂内部 会被超大规模的发电设施所震撼 汛气中 32根直径12.8米的特大型压力饮水钢管 将上游的水引入水轮发电机锁进行发电 然后通过变压器送往各地 日均发电量超过五亿千瓦时 我们不免好奇 长江上游面积如此之广 如何才能用好每一方水 发好每一度电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 全长约6300公里 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 而三峡水电站 拦截了长江上游100万平方公里的所有来水 约占长江总流域面积的56% 为了用好每一方水 三峡梯调中心设立了水与情摇测系统 2017年6月15日 我们来到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绿葱坡镇 想要了解一下当地的降雨情况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雨量观测站竟然设立在一户人家的 屋顶上 那为什么这个水量的观测站要建在这个屋顶上呢 是雨量站呢 就不能建在一个太低的 你看我们周边都是山 而且高房子 如果在底下的话呢 会影响我们这个雨量的观测 所以说要把它建在这个房顶上 为什么要建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我们现在选的这个地方啊 叫绿冲坡 是一个暴雨中心 那这样的话呢 建在这儿它很有特点 也就是说在汛期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降雨量是最大的 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相当于是在汛期的吗 现在是在汛期 怪不得今天这个雨非常的大 对对对 今天这个雨下的有点大 现在基本上是个中雨的级别 恩施州鼠亚热带 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 雨量充沛 而绿冲坡镇 位于三峡大坝上 有170多公里的位置 距离近降雨量 直接影响三峡水库的入水总量 此外 平日里这户人家有人留守 便于看护雨量站 那么雨量站的监测数据 是否也需要这户人家 来记录上传呢 但现在我看这个 整个这个设备上 好像都没有这样一个设备来观测 那这个怎么样来观测这个雨量呢 对你说的很对 可能在十年前 还能看得到 就是由人工来观测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套设备呢 是全自动的 所有的降雨记录下来以后 在这里 我们不用到这来读数据了 直接就发回到我们中心站去了 这一套监测系统 集中安装在一个兼顾密封的金属机箱内 除了日常维护以外 雨量站的运转完全不要能力 甚至连供电都实现了自己自足 它不用试电 由太阳能供电 蓄电池来供电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受这个试电的这个影响 停电的影响 也就是说实现了这个全自动 每隔五分钟 雨量传感器把降雨数据上传到三峡 踢掉中心 为了及时准确的传送数据 雨量站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和移动信号 等于为数据传送加了一重双保险 那么监测长江上游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降雨情况 需要不止多少个量站呢 就说呢 它呢是代表我们 这个三百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这么一个测雨量的 我们这样的站呢 一共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头啊 一共有六百多套 也就是说每一套都能够代表 三百公里到五百平方公里 这么一个范围内的降雨量 那么把所有降雨量 雨降下来以后测到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雨量啊 汇集到长江里面这个流量 这个水量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防洪也好 发电也好 通航也好 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雨量站的建立 确保了三峡水电站 精确掌握每一天的降雨总量 不过汛期中 降雨量存在不确定性 水电站的发电量也不尽相同 为了用好每一方水 三峡低调中心 除了实时监测降雨情况 还专门成立了气象预报部门 那像是不是全国所有 这样的水电发电站 都有这样的气象预报的 专门的监测部门 没有 据我了解 我们这个是独此一家 是全国 唯一一家 对对对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 专门的气象预报部门呢 原来我们也委托过 相应的那个 气象预报部门跟我们做 但是他们那块 主要是一个区域 另外他们可能不是 特别满足我们那个 预报调度需求 因为我们这个是20小时滚动的 根据三峡低调中心做出的预测数据 2017年6月15日 绿葱坡镇的降雨量 在10到15毫米 而当天的实际降雨量 是14.3毫米 可以说 低调中心的气象预报值 与实际值非常接近 那其实这个相差的幅度 还是不是很大 对对 还是挺准的 对对对 为了用好每一方水 三峡集团不仅要精确掌握 长江上游的降雨量 还要掌握长江上游 每一条河的流量 才能做到万无一时 为了精确掌握长江上游 水的流量流速 三峡集团在长江上游 建立了180多个水门站 每个水门站 覆盖500平方公里面积 和雨量站不同 水门站的主要工作 是通过流速仪 监测水的流速与流量 我们流速仪开到河中间 去流速 就它可以通过这个缆绳 进行往前后的移动 对 前后移动 你看吧 现在就往前面移动了 对对 那这个移到河中间 它怎么测呀 是不是还得下去 在河中间的相对的位置 放到水中 进行撤流速 所以说现在就往河中间走 对对对 这条河叫沿渡河 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 距离三峡水库 只有一百多公里 其流量直接影响 三峡水库的入水总量 为此 三峡梯调中心 在沿渡河设立了石板停水温站 利用流速仪 对沿渡河的流速流量 进行多点测量 好 马上要下去了 对吧 你看 入水了 你看 入水了 转了 那个红色就在转 对对对 那要放在水下 放多长时间呢 一般100秒 100秒就上来了 对 100秒吹完以后 它就提上来 提上来 再往前开一个位置 再吹 这样取得数值更加的平均 对对对 一般它每个五米吹个点 每天水温数据 会自动上传到 三峡集团的T调中心 为了便于工作 三峡集团还开发了 移动客户端 实时显示测量数值 你看 这是我们河民 是圆渡河 湛民是石板坪 我们现在的水位 是177.59 流量是28.3 那个水势 是No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 就能够清楚地看到 它的这个变化量 对吧 对对 当然说到这个是 五分钟就测量一次 五分钟测量一次 上包一次 那也就是说五分钟之后 这个数值就会发生变化 对对对 受强降雨影响 每年夏季 三峡水库的入水流量 会从每秒两万立方米 增长到每秒五万立方米 甚至更高 2017年6月15日 绿葱坡镇出现 中五级别的降雨以后 三峡水库的入水量 从每秒一万六千立方米 上升到每秒两万三千立方米 那所以说这个降雨量 对于整个这个河流的水量 还是影响的 对对对 特别是不同区域 虽然绿葱坡镇 第三峡水库近 降雨会很快流向水库 影响当天的发电计划 但有了精准的预测预报 三峡踢掉中心 可以从容不迫地 做出应对方案 根据2017年6月15日 绿葱坡镇的降雨量 踢掉中心将第二天的发电功率 从1146万千瓦 调整到1603万千瓦 此外根据入库水量的大小 踢掉中心还会将来水 存入水库 或者增减发电机组等 多种预案来应对 精准预报是最能体现 三峡踢掉水平的核心能力之一 据统计2003年至2016年 三峡水库24小时流量预报 精度平均达到97.79% 在中国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十分钟之内 可以把长江上游的水情信息 提供给预报人员分析研判 并将发电计划精确到每一天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个周的图了 这个就是一周 从10号到16号这一个周 我们可以看出 它根据高峰和机构 它是有一个不断的变化 波动的 波动 众所周知 三峡大坝自建成以来 首要职能就是抵御洪峰 其次才是通行发电 自三峡水库建成以后 还真的经受了一次洪峰的考验 2012年7月13日 长江上游出现强降雨 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 最高达到了每秒7.12万的0方米 那是三峡水库建库以来 遭遇的最大洪峰 当洪峰来临时 三峡集团按照国家防总 和长江防总的调度指令 将下泻流量严格控制在 每秒4.3万里方米 平时电厂日均发电量 在2亿千瓦时左右 洪峰来临的这一天 发电总量在5.4亿度左右 是平时的两倍多 按照每度电0.25元的上网价格 当天的发电产值 大概在1.35亿元 三峡水电站自建成以来 累计发电突破1万亿千瓦时 是中国西电东宋和南北互共的 骨干电源点 取得如此成就 离不开三峡提掉中心 预测预报的主确性 更离不开三峡电厂的稳定运行 那么三峡电厂的运行状态 稳定到何种级别呢 工作人员为我们做了一个 有趣的实验 那我们现在整个正在 这个发电机的总厂房 感觉这个噪音特别大 对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机组 都开起来运行了 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发电机的这个 发电机的盖板 盖板上 我感觉这个脚底下都是麻麻的 对 这是我们直接的感受 那我听说您这边有实验 可以证明这个发电机组的稳定性 对 我现在可以通过两个硬币 就通过硬币就能 对 来检验一下 我们这个机组运行的情况 好 如果发电机的震动和摆动幅度过大 就会出现安全隐患 为了检验发电机是否平稳运行 工作人员将一元硬币 树立在发电机组上 我们十分好奇 厚度只有1.85毫米的 一元硬币 真的不会被震倒吗 好 我现在把这个讲为硬币 就直接放上去吗 对 都可以完全竖起来 对 但我看到这个下面这个机组运行 非常的快 对吗 你看 它有转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在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下 它可以保持非常稳定的力在上面 说明这个的稳定性特别的好 对 为了验证水电机组的稳定性 我们又单独做了一下测试 果不其然 一元硬币放在任何一个运转的 发电机组上 都可以地利不倒 据了解 为了确保水电机组稳定运行 三峡电厂还制定了一套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检修制度 首先引起我们好奇的是 鹰眼行动 我听说就是您这边 有个鹰眼行动的说法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 鹰眼行动它是这样的 鹰眼行动它 它实际上是指三峡电站 运行值班人员呢 掌控我们全电站设备的一种 精神 它体现的是一种敏锐性 精准性 以及 准密性 鹰眼行动 乍一听 让人误以为是一项军事行动 而三峡电厂的鹰眼行动 恰恰就是用一种准军事化的 巡检制度 来查找电厂运行过程中的 各种隐患 在三峡电厂的六大区域中 负责鹰眼行动的巡检人员 分成十四个小组 每个小组两人 按照白班与中班的执勤规定 同一区域每八小时巡检一次 二十四小时之内要巡检三次 到了训期 巡检次数还会有所增加呢 行动中 巡检人员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 他们睁大眼睛 敏锐而又仔细地观察各个角落 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能会出现问题的细节 我们跟随第一小组 来到高压开关的设备厂房 看看他们是怎样来完成 鹰眼行动的 你比如说啊 他到现场 看这个设备 这也是看什么呢 这个就是看一个油味 油味正常与否 就是关系到这个 这个断路器的能否正常分合 那其实就像普通人的话 我们这样看是看不出来 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不同的 对吗 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有可能一般人 以为他是空的 甚至是满的 但实际上一看 他实际上是基本上 接近那个满状态 但是他有个小气泡在上面 如果断路器的仪表显示油压不稳 三峡电厂将无法向国家电网正常供电 在三峡电厂内部 巡检人员通过计量表迹来判断各个环节运行正常与否 当表迹的某一项数值出现偏差时 就会影响水轮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 由于电厂内部的计量表迹多达三千多个 巡检员的工作十分辛苦 表迹要在这里看 这有表吗 这有块表 这个表实际上它显示是在下面 它能够正常 你要跑下面看 天哪 要这样才能看得到什么 对 它要在正常范围内 它有一个区间指示 那这上面显示了些什么样的数字 它实际上没有数字显示 它是显示着一个区间 你要判断这个区间 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 这要你自己去分析 还要去思考 就是说你平时的你的经验积累 与专业知识的掌握 这跟这个都密切相关 刚刚还得趴在地上才能看得到 像这种情况很多 对 这每一个弹路器都有一个 三峡水电站的年均发电量 在882亿千瓦时 供电区域包括湖北 江西 上海等10省市 为了确保输电线路的安全 鹰眼行动中有一项特别任务 就是为高压电线测量体温 在经受长时期的风吹雨打以后 固定高压电线的螺丝如果松动 或者其他原因导致高压电线发热 将会为输电线路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第二小组的巡检人员 每天都会为高压线测量一下体温 我看你们手上都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设备 那每个设备都是有不同的功能吗 对 比如说像我手上拿的这个 就是红外线测温枪 它主要是测出现线路上的导线的温度 这怎么测呢 你像我打出去的话 它会有一个红点 然后那个红点打到了之后 它就是温度 那个导线的温度就会自己显示 现在显示这个温度是33度 对 它就代表这个地方的温度是33度 那就是你们其中检测的一项 那这边就是主要的程度来做什么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比如说巡检 它有每个地方它有一个点 我代表我到了之后 我用一个这样一按的话 它会把我的点扫到这里面 然后我自己输入这个上面的这个温度值 输到这里面 然后我再拿回去做对比分析 营业主要是发现修部门负责解决问题 三峡电厂有一位给设备把脉的老中医 52岁的林伟华从三峡电厂成立之初 一直担任水轮机调速器的检修工作 工作30多年 他练就了一套望闻问切的检修绝活 那我听说啊 就您有一个这个望闻问切的绝活 这具体来说是怎么来说呢 这个望闻问切怎么说的 就是按我说的很简单的 就是摸 看 听 摸 看 听 就像中意一样是吗 对对对 那如果运用在检修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要去理解呢 你看这个我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 假如说我这个手摸这个 这个假如说是真上一样的 它这个有关炉里面 它是压力油在这个里面 它是流动的 哦 扭动时间的长短 或者是说超过一定标准了 那么它这个可能就温度升高 那么我这个会用手就会摸出来 哦 就用手感去它的温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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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靠摸来检查管道温度以外 对压力油罐是否正常运转 林伟华还有一手不听的绝火 就是说像这个真上音形的时候 它这个是关闭的 如果它就是说按它动作的时候 它点起发出来信号 它没动 那么我会听通过这个管炉 这个管炉这个声音 可以知道这个发动作没动作 哦 直接通过这个管道就能听出来 对 那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可以这个 哦 直接把耳朵就贴在这个上面 有变化吗 我能听一下吗 你可以 这个是正常的 你可以试一下 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它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正常的时候 它这个里面是各亚数空气 它在这个管子里面流动 你就会听得出来 它这个有声音 看来还是有你这种经验 才能听到 我是善事 在林伟华的这些绝火中 看的绝火 就是在不同车间 对调速器进行逐一检查 为此 林伟华经常要楼上楼下的 跑来跑去 最多的一次 十层楼高的车间 她在一天之内 跑了三个来回 正因为工作辛苦 最初林伟华 刚刚被分配到 检修岗位的时候 并不喜欢这个工作 正好就是 碰到基础手维抢销 我身上穿的那个时候 都是冒险衣冒险裤 所以我姐姐给我做了 因为参与公主导 他们就快给你做一套 新的 结果穿了到下面给干火 外面套了一个工作服 结果正好是炮油了 调速西龙炮油了 结果摔了一脚 那一身衣服浅都飞了 所以后来我说 哎呀我说 这个火真难干 不想干 在工作中 林伟华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 通过几年的积累 她克服工作困难 并摸索出 望闻问切的检修绝活 如今林伟华 凭借这首绝活 荣获全国技术能手 湖北省武艺劳动奖章称号 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 可谓是荣誉满满 慢慢就说 直接摸索 慢慢觉得这个可以 有成就感 所以这样才慢慢地 对这个本专业 觉得有兴趣了 所以这个人 一旦对这个专业 就是喜欢了 所以他这个 服输和得到的 就不一样 所以最后 还是效有成就 在长江流域开发方面 2017年 三峡集团成建的 白鹤滩水电站 建成后将成为 仅次于三峡电站的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也是中国第四座 千万千瓦级巨型水电站 与此同时 三峡集团中标 巴西伊利亚 朱比亚 两座水电站特许经营权 一跃成为巴西第二大 私营发电企业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三峡集团在亚洲 多个国家 成建水电项目 整个海外投资 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投资累计 已达1100亿人民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